我是盛雪 今天是因为孙林先生介绍我看了王川英的案子 我非常的感慨 非常的同情 也非常佩服王川英 说到讨薪 这个可以说是中国一个很具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正是因为中国社会没有自由、人权、民主、法治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些恶人 依靠这样的恶势力、恶制度 来对普通的老百姓进行这种压榨和欺辱 那么说到讨薪呢 这里边是应该讲多少心酸眼泪 多少屈辱 多少背井离乡 多少妻离子散 那么这个人群呢 可以说真的是中国社会 非常非常受屈辱的一个人群 而他们没有权、没有事、没有钱、没有办法 非常的无奈 只能是靠社会公众的舆论 所以我也希望呢 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这个人群 给他们以支持 为他们发声 为他们发声 这点准备好人群 然后你们也希望呢 对于这个人群呢 我已经无法匹盖 我已经依靠后 我已经想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